Hello 大家好 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男子为了给妻子报仇 不惜砍掉手掌做伪证的惊悚悬疑片 石雕宅邸杀人案 暴风骤雨的夜晚 赫然耸立的石雕宅邸里发出了枪响 与雷声交杂在一起 石雕宅邸发生了杀人案 目击者报警后 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了疑似碎尸的地下室烧毁的痕迹 以及疑似受害者的手指 法庭上 检方猜想是司机小崔得知了南道镇巨额来路不明的财产秘密而被杀害了 但警察并未在现场找到尸体 也不知道报警的证人是谁 没有目击者 没有尸体 单凭一根断指 现场便无其他任何确泄证据 这并不能定嫌犯的杀人罪 锅炉碎渣中血迹均为A型 但同时部分动物蛋白中也存在相同的血型 因此杀人证据依然不足 鉴定科给出两枚指纹 断指的指纹和司机的指纹吻合率高达99% 搜查官出庭作证 现场证物六发子弹 现在只剩一发 其余的分别在卧室床头 楼梯栏杆 客厅墙壁 地板 以及锅炉焚烧炉里被找到了 宅邸里的保姆说 自己会每周两次上午去做家务活 一天有一个叫刚稳的日本人打来电话 结果南道镇神色突变 并且临时决定要去旅游 被告人的南道镇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 拒绝回答旅行前的行踪 但如果下次公审前 还没有出现明确的证据或证人 就将撤销对被告的起诉 在案件的关键时期 报警的目击证人大号出场了 南道镇反应异常激烈 他大喊这个人就是司机小崔 被告律师要求查看他的右手 结果他的右手因一次魔术事故被蒸汽溶掉 并出具了相关证明 这令淡定的南道镇瞬间抓狂 1945年的冬天 首尔大雪纷飞 赤脚的女子走进餐厅 向坐在里面的魔术师大号 借了一元钱车费 便急匆匆地走了 大号是一名流浪魔术师 他向外张望着 看到了车夫正在讹诈女子的车费 还要拿走他的包 两人拉扯间 大号拿钱帮他解了围 看他远道而来没有去处 便带着他去自己表演的地方 在邀请女子上台辅助自己创作魔术时 他知道了女子的名字叫夏妍 表演结束后 大号摘下假胡子介绍了自己 夏妍对他充满了感激 两人相谈甚欢 不忍心看到寒冬深夜里 独自行走的夏妍 大号便收留了他 并且请求老板邀请夏妍加入 老板看中了他的美貌 让大号教夏妍一些舞台技能 二人组成搭档登台表演 生意越来越好 朝夕相处中 他们会一起搭工车回家 夏妍会为了大号的身世 感到黯然身伤 大号也为因为夏妍暴露穿着而嫉妒 慢慢两个人相爱了 一天大号在公车上 看见夏妍给了一名 穿着时髦的女子一封信 回去提起时 夏妍只说 是她掉了东西 帮她捡起来而已 最后大号决定去釜山发展 但夏妍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宣传海报在釜山张贴后 被一名男子撕下 他静静地看着上面的夏妍 夏妍在一次表演之后 呕吐不止 第二天 夏妍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袋 放在床下 便去了海边 大号回到住处 收到了一封寄给夏妍的信 上面写着 相信你会好好保管这铜板 今晚11点往大堂打电话 她以为游错了地方 却不小心提到了床下的行李袋 发现了里面的铜板 原来铜板竟是朝鲜银行 印刷纸币的母板 夏妍从外面兴高采烈地回来 似乎有话要说 但是被大号抢了心 询问铜板的来由 夏妍谈言自己并不想隐瞒 模具是叔叔的 一个叫钢板的日本男人 去找了身为铜板技术师的叔叔 并且给了叔叔一笔钱 作为替自己秘密办事的酬劳 但在一个深夜 叔叔却被钢板杀害 而来查案的警察安倍 也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反而对铜板更感兴趣 解放后 偶然的机会下 夏妍找到了叔叔 藏在院中的铜板 也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大家都在拼命找他 说完后 夏妍看到了寄来的信 恐惧地说 钢板要来了 大号安慰他之后 到楼下查看情况 结果却在楼下 看到了摔落下来的夏妍 夏妍死后 大号才知道他怀孕了 妻子兴高采烈地回来时 就是想告诉他这个喜讯 谁曾想 却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大号抱着他的骨灰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 每天借酒消愁 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了地上的一团纸币 他才如梦初醒决心报仇 他拿起手枪 决禁从安倍入手 寻找凶手的线索 然而大号被他的手下抓住 就在即将被杀死时 他说出要杀钢本的想法 安倍告诉他 那个铜板是他们付钱定做的 结果被中间人 钢本卷走 死逃了 还将铜板制作者杀害 安倍告诉他 钢本其实是个朝鲜人 能流利地说出几个国家的语言 这样的朝鲜人并不多见 他身边有一个深爱的女人 现在应该在首尔 毕竟现在能流通假币的城市 也只有首尔了 首尔将他放走 还扔给他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让他去报仇 大号认为 如果男人能花钱如流水 绝对抛不开酒和女人的诱惑 高级会所应该是常客 因此他到出租车公司 应聘了12小时制的夜班司机 为改变自己的容貌 拔掉了自己一颗牙齿 以想当富人司机为借口 收买了高级会所和拉皮条的人 专门给有钱人开车 就这样日复一日 但始终没人知道 他车上脚垫的德语 写着的是什么 给他的高额纸币 也没有发出假币的绿色火焰 钱都拿来烧了 他的生活日渐窘迫撩倒 出租车公司那边交不起分子钱 临时面临解护的危险 复仇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但大号还是会经常想起下言 每天生活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直到有一天 他偶然载了一名乘客 那名乘客笑着告诉他 脚垫上写着的玩笑话 给出的纸币燃烧后 也发出了绿色火焰 那个帅气的男人自称朝鲜人 在台上自如地弹奏着钢琴 出现在他身边的 正是那天和下言见面的女人 大号基本可以确定 他就是钢本了 钢本带着一名陌生女子 从会所出来乘坐了他的车 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但就在掏出手枪前一刻 他改变了计划 不能这么便宜他 他要夺走钢本 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一切 让他跌落深渊 得到多于自己十倍 二十倍的痛苦 大号为自己求得了 钢本司机的差事 第二天便上门对线 钢本刚开始是拒绝的 在听到了大号要报警时 便同意了 大号伪造了孤儿小崔的身份 钢本则告诉他 自己的名字叫南道镇 大号每天忍受着 杀死南道镇的念头 在阁楼的地板上 搓出一个个小洞 窥探他的一举一动 他终于知道了南道镇的秘密 南道镇每次会分出一部分利益 给制造铜板假币的印刷社 之后通过老宝 与高层开展假币交易 但因为没有人直接见面交易 所以那些人是谁 无从得知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自称钢本的人 给南道镇打来了电话 南道镇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 决定带着被印刷厂 老板扣押的铜板离开 然而他冒充的身份 只有老宝和自己知道 老宝说自己并没有背叛他 反而提醒他注意周围的人 果然发现大号房间地板上 回探他的小洞 南道镇让大号晚上10点钟 给印刷厂打电话 说自己已经拿到铜板 大号照办了 印刷社老板接到电话后 立即跟老板确认情况 老宝从电话里 听见南道镇的声音 担心自己会有危险 果然南道镇将印刷社老板烧死了 而得知自己身份暴露的大号 立即赶到了老宝那里 老宝表示 自己早就知道了他的身份 拜托大号杀死南道镇 并将铜板给了他 同时还告诉他 夏妍的身世是骗人的 她其实是南道镇的女人 两人商量好 等日本人从韩国走后 再拿着铜板相聚 原本南道镇打算把夏妍接回来 却不曾想 她怀上了别人的孩子 最终落得了个凄惨的下场 夏妍还曾经给南道镇 写过一封信 而老宝说的这些话 到底是真实的 还是为了激怒自己 帮他杀死南道镇 他意识分辨不清 之后便急忙回到南道镇的宅子 寻找那封信 南道镇找到老宝 是他将大号安插在自己的身边 老宝哭诉 是夏妍将他从自己身边夺走 但南道镇表示 自己从未爱上夏妍 杀他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和老宝 一样知道的太多了 南道镇杀死老宝 并将他碎尸后带回了宅邸 大号从后面用枪指向了他 却被南道镇用刀刺伤 随后南道镇拿起铜板查看 而包在纸里夏妍的那封信 也跟着掉落了下来 大号抢过心 南道镇拿起大号的魔术手枪指向了他 两人撕扯起来 南道镇跑到了地下室 二人扭打在一起 南道镇撞头晕了过去 正当大号要开枪时 发现自己右手食指 刚才撕扯时已经被砍掉了 他拿出信想看 却又害怕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破坏美好的过往 最终烧掉了信 将老宝的尸体扔进锅炉 伪造了犯罪现场 人证物证摆在了眼前 最终法庭宣判 南道镇被判无期徒刑 而其他罪行也将被提起公诉 大号看着手里的铜板 将他扔进了江水中 一切皆因欲望而起 人一旦起了贪婪之欲 就像掉入一个无底深渊 越陷越深 希望所有人能够保持初心 切勿因贪婪而迷失自我 难以自拔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